HELLO 大家好,我是環宇尚本Nelson 歡迎來到大灣區,歡迎來到港人喜歡的深圳 我們環宇尚本的深圳展廳就在盧口旁邊 一出田廳就會見到商業城一樓的103號鋪 可以為十分之方便 我們環宇尚本的免費體育團是田田出發 我們精心觀算過百個賞盤 讓你去到現場最真實的了解樓本的情況 以及周邊的地段交通 以及周邊的配套環境等 當然還可以品嘗這個最地道的美食 那現在參加太多鐵 今次送來環宇看樓三步 想起防曬雨遮礦泉水和塞子溝 全程為你遮風綁雨 用心為你安排著遮下你的行程 讓你買得安心又放心 現在不打熱線電話 6963-0900報名 來吧 百萬億劇品質大盤 製造美好生活 輝鴻受盡大門 給予珍貴的品質生活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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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在這個位置 要帶大家去了解一個 由上市公司開發的 你不僅不用付首期 還可以拿錢回家的一個樓盤 是甚麼好事呢 他現在就狗狗活動 精裝八千兩元 帶著儲屋的一個智能交付 月供都是三千兩元 究竟是怎樣 我現在時不宜遲 即時帶大家過來現場 這份了解 這個發展商 他在維州這邊 全部建的都是超級大盤 這個盤就叫做 學生時代食 他不單做這個盤 他在打灣還有一個超級大盤 叫做 學生碧海食 那個又是一個超級大盤 還有貴城還有一個 他在維州有三個超級大盤 這間上市公司 他不單做地產的 還有那些基建 還有學校 還有其他 在全國很多個城市 都是拿來的 還有他在北京 他也是有開發樓盤的 因為這段影片 這個小區 我在年前 都和大家分享過 所以那些區會殺盤 那些我就不再和大家介紹了 如果有興趣 可以WhatsApp我 或者看我之前分享的那段影片 我就直接帶大家 去看市場單位 我真的很機能 跟著我走 現在我們位置 就在燃燒中心 這個位置 整個小區 這裡的佔地 就是32萬方 我們看看 這裡有一個大圖 現在我們看到 上面 最上面那個 就是現在賣的 第一期 這個樓 規劃這些 整個小區 裡面這個位置 入門這個門口 有泳池 跑道 還有 還有 共享單車 小區 都有的 因為我看到有很多小區 你說共享單車 在小區裡面 這個小區 也是第一次 看到這個小區 有這種的 下面呢 這一派下面 這些就是樓下的 那個商業 日後 你說最近那個商業 就是 在樓下就可以買到 東西 那現在 它推進的 就是這一座 十五座 它是一個小高層 總共是十分色八層 所以它居住的時候 舒適度比較高 就像後面的高層 那它除了十五座之後 你說其他的 如果是想早點收樓的 那它就有這個 八座 九座 還有十一座都有的 那 那個 戶型格式 都是一樣的 它現在賣的戶型格式 它就有 八十幾的 那 八十的兩房 還有 九十一的三房 還有一百一 一百二的 那幾隻是示範單位 那現在呢 就事不宜遲 我即時去示範單位 看看戶型格式 是怎樣 OK 那我們現在就到了 示範單位 那這個呢 因為它這個是現樓 已經入了火的了 那示範單位呢 現在就帶大家去 想試範單位 但是現在賣的呢 就是十五座 那首先進來之後呢 它的大堂裡面呢 就很清晰 你到時需要 搞哪一方面的手續呢 它這個位置 全部都有相關的電話 即到時你住了進來之後 你要開通水呀 電呀 煤呀 煤氣呀 那還有呢 你有其他方面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打上面這個電話 來可以查詢得到的了 那後面這個位置呢 它就有每一座的管家 和備而管理處相關的 這一種 是誰負責呀 他們的卡片呀 電話呀 全部放在這裡 就是這些很細緻 大家平時所需的 這些東西呢 它這個位置呢 就全部公示給大家 那麼進去這個小區之後呢 它所有的公共部分呢 就全部都是這一種 你時三樓那時候就是這樣的了 OK 那我們現在就 帶大家上去看 示範單位先 那首先呢 就給大家看這個 這個79的兩房兩廳 一個寫手間 那客廳這個位置 它的開間有三米六的 這個是陽台的位置 那本身呢 它是兩間房 這個主人房和這個次鑊 那我就說的是 可以多一個空間 就是這個 這個廚房出來這個 露台這個位置 那你就可以做一個 儲物的空間也可以 或者你正常化 放東西 做其他都可以的 那總之呢 它就多一個這些空間 可以給大家用 那我們進去看看 因為它呢 就是正裝的嘛 那我們進來呢 首先這個膠標 就是正常化這個 三合一的這一種 指紋鎖 和這個門 這一種就是膠路標準 因為這一棟就是燃樓 所以呢 別人收樓之後呢 內地這邊呢 就流行這個複製的 但是 那個寓意呢 是非常之好的 那這個呢 就是可視對講 你收樓的時候 到時就會配給你的了 就是你在這裡 樓下呢 如果是有人按這個門來的話 這邊就會響的了 那你呢 你可以在這裡看 下面是誰 跟著在這裡開門 總之呢 它裡面呢 都有很多其他的設計 因為 這裡呢 它雖然是八千多的公家 還有裝修 但是這個裝修質素呢 它不差的 因為核心這個發展商 在內地來說 都是一個大型的發展商來的 所以呢 它配的呢 就是全屋的 這個智能化的東西給你的 首先我們看看 門口這個位置呢 它就 一件回家 一件離家 這個案件 什麼意思呢 即是你回來的時候 你就不用去到哪一個空間 即是房啊廳 一個一個空間 正常化 是這樣開燈它才會亮的 那麼如果你是按這個一件回家 它就會開光 那些所有空間的燈 就全部 它會打開的了 有些人拍黑的 那種觀眾朋友 就比較對的了 那麼到時呢 它全部打開了之後 跟著整間屋 都是全部蓄的 那麼一件離家 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你走的時候 有時候 你不記得關空條啊 或者你不記得關什麼啊 那麼你按了這個一件離家之後 它就全部關掉 你間房的那些全部 這間屋全部的那些 除了一個冰箱之外 其他那些 它就自動幫你關掉了 就比較省電 當然啦 這個是比較細緻的 這些東西 那麼我們來看看 首先進來這個位置呢 它就是一間房來的 那麼這個房的設計 通常化這個大小 正常 它現在示範單位 就放MIMO的床 做到三邊樓床 那麼正常化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床扣過去 放在那個牆的位置 那麼這一邊呢 正常就可以做一個 到頂的衣櫃就在這裡 就可以用得 非常之舒適的了 那麼我剛才說的 有一個家一呢 其實就是 這個空間 那麼這裡呢 它現在就屬於 這一間房的陽台位 正常化 如果是 就是有些 比如觀眾朋友 你吃煙啊 或者什麼 有害怕到是 家人說 搞到整間房子 那這個空間 就可以讓你在這裡 在這裡吃煙啊 或者什麼 那還有呢 或者你在這裡喝咖啡啊 看一下小區啊 探一下什麼下午茶 或者這個空間 拿來做那個放野 儲物空間都可以的 那就看 觀眾朋友 你自己的那種需求 總之它就有這個空間給你的 那還有呢 那個空間 它都是割你一半的職 而已 進來之後呢 這個位置就是 餐廳的這個位置 那餐廳呢 就好像它這樣 放一個圓桌 這些就是 四人桌 這個空間完全都是足夠的 那因為呢 這個客廳 它整個開間 它就有三米六的 那長度呢 它也是夠的 那我們進來之後 剛才那間房子 進來之後 首先呢 就是去到廚房這個位置 同樣 它長身這些位置 全部都是智能化的 這些開關 那這個廚房位呢 它就是一個L型的廚房 那裡面呢 它那個就配 這個位置呢 它就配那個 那個 正常化 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就比較喜歡單盆 那種 會更加好用 如果那種朋友 你喜歡單盆 到時 日常都可以自己換的 那麼它就有窗 這個位置呢 都可以整一個儲物空間 你可以放一些其他 那些 即是你洗碗的時候 或者放一些其他 放在這裡 那這些就是 有廚櫃 這個油煙機 跟著這個煮食爐 這個品牌呢 它是用的 是方態的一個品牌 那下面呢 這個位置呢 就是燒到碗櫃 即是廚房的三件套 它也是有的 那這個呢 就留了一個冰箱位 那這個冰箱位呢 它這個空間呢 就單門冰箱 這個就放不到箱門 但是呢 它都預留了這個位置 給大家 其實這個廚房 你說正常化 這裏走出來之後呢 兩三個人在裡面 同時轉身的話 空間都夠用的 那我們再看看 客廳出去之後呢 陽台這個位置 那它陽台呢 它這個闊呢 它就有MIC7的闊 那因為 這個示範單位 它在2樓 所以呢 我們看到有 這個桌子在這個位置 那如果是其他 你選了上面的高層之後呢 它就不會有這個平台 即是不會有這個東西在這裡 那正常化 你陽台這裡走出來之後呢 它就是平的 一路平出來 在這個位置 那這邊正常化 你就可以放 洗衣機啊 或者其他一些櫃 櫃櫃櫃 那些櫃櫃都可以放 在這個位置 OK 那我們再去裡面 看看第二間房 這個空間 因為剛才看了那一邊 那我們再看看這個洗手間 因為它的智能化的東西呢 它按的時候就是足平的 所以它就不會吵 又不會很響 即是有些睡眠 比較輕的觀眾朋友呢 那這種智能化的東西 就比較適合你們的了 因為不會吵著大家睡覺嘛 那洗手間呢 它也是弄到均勢分離的 因為那個洗澡房呢 它就另外這樣 單獨有一個玻璃門 打開 然後 這個空間呢 基本上一個人在這裡轉身 就夠位 對於我 好像我這種身材也是夠位的 那這個呢 就是有窗 裡面洗澡的那個 這些都是淋浴的 這些是有的 那這個位置就是馬桶 這邊洗手盤 後面的鏡櫃 後面呢 就是储物空間 這些就是正常化的一個標配 OK 那看我們再去 房那裡 再看看 開了燈先 那呢 進去這間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 它這間 這個床 也是 麥門的床 它放到麥門的床 三邊的床 那正常化呢 它這邊呢 就有一個 這個飄窗 它就留住在這裡了 那如果是 你說覺得 這個麥門對於我來說 都夠用的情況下 你可以 跟它 好像他這樣 留住這個飄窗 那上面呢 就可以放下其他那些 那兩邊呢 都可以放其他東西 那它是一個大窗 即是這種空間 就非常舒適的 它配上這個大窗 那正常呢 這邊就是衣� 這個位置 OK 看了製品單位之後 大家就會問 這個價錢是多少呢 那呢 因為金馬這裏呢 它是九近這個活動 那單價呢 是八千多歲次 就可以有這種精裝 還有全屋的智能化膠標 那所以呢 我就幫大家減了一個 非常漂亮的樓層 因為 就不高不低的 因為它總共是十八層 所以我就減了一個中間這一種 那這個呢 它就 我選了一個八樓 就是八棟的一單元 803這個單位 它的面積呢 就是79.93 那原本呢 在房門局那邊呢 它會有人登記 當時的價錢是128萬的 但是 現在不是九活動 所以我就 上了來拍這個 告訴大家 那現在接了之後呢 你到時簽約那個下桶價錢呢 就會跟你簽 89萬6061萬的 那麼呢 那呢 首期是多少呢 因為正常化是兩成的嘛 你這個首期你要給到 十幾萬 八十九萬 你當它九十萬 那兩成就十八萬 那現在呢 它不單止那個單價調了 那首期都幫大家調了 現在首期你不用交 你就交兩萬 訂金就可以了 就是兩萬 那如果是供30年的話 一個月你就供3200元就可以了 那這裡呢 還有一個好消息就是 就是 你不是交兩萬訂金的 是不是 接著一個月就供3200元 那這裡呢 還有一個 就是我標題那裡寫了 你交了訂金之後 立刻就可以收錢 是怎樣收 有些人可能以為是 收鬚收錢的嘛 其實不是的 那現在呢 它除了這個活動之後呢 那你到時 銀行批了你的借款之後呢 就是那個案件 那個款呢 放了之後呢 發展商 它就會給你四萬元 就是等於 因為你交了兩萬而已 是吧 那發展商給你四萬 就是等於 你磨擬當中 你不單是買了這層樓 還有呢 你還可以賺兩萬元 立刻賺兩萬 是吧 是不需要動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就是本身的合同價錢 是吧 那89萬 選了它幫你付首期 18萬 然後再選 因為你付兩萬 然後你付你四萬 那你選了幾萬之後呢 就相當於 這一層樓 你最終買你的價錢呢 就是69萬的了 是吧 六十幾萬 可以買到旅行訪單位 接著呢 首期又不用付一個月供 3200元 所以 這個就是今次 我坐在這裡 想來跟大家分享的 一個好消息 接著呢 有些朋友就說 Eva 這麼好的事 那我不如一步到位 我不想這個小單位 我想要 就是 三房兩次 那隻有嗎 有 旁邊還有示範單位 它就是三房兩次的 這一種 換形格式 那到時 那個格式是怎樣 是否漂亮 接了之後又是多少錢呢 不用急 我現在馬上了解一下 那這個呢 就是第二個示範單位 九十一平方的 三房兩廳 兩個洗手間 九十一可以做到三房 和兩個廁所 因為現在很多 你九十一大概 都是兩房 上下的嘛 它就可以做到三房 那整了之後呢 它的廳 也有三米六 我們進去看看這個格式 首先正常化 這個正常化 這個正常化 指紋鎖 這個門 這個都是正常的 鋸標 那進來呢 這個第一個空間 就是一個公共洗手間 公共洗手間 我們現在看到 裡面這個格式 它的空間都不算小 這個馬桶 還有洗澡房 它也是有廁所的 裡面這個空間 其實你一個人轉身 的位置都是夠的 這個鋸標正常化 那後面呢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 勒均勢分離 做了 有洗手盆 還有鏡櫃 那這個中間這個空間 都算OK 都不算特別窄的 那進來之後呢 左手邊這個位置 就像它一樣 你做過那些組合櫃就可以了 那下面這些位置呢 你就可以放那個鞋櫃 或者 上面呢 就可以放其他的 那些儲物的空間 你可以整個到頂的 那同樣 這個位置呢 就是可視對港 你下面有一個 之後 在這裡按 他們在下面 按你這個房號 這個位置呢 上面它就會響的了 可視對港 你點開了之後呢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裡看 裡面可以說話 然後呢 你如果是有什麼事 要呼叫那個管理處呢 就按這個按鍵就可以了 下面的管理處 就會告訴你 有什麼需要幫忙 或者還有其他的功能 你到時候可以 收到樓之後 慢慢回去研究 總之呢 它就全屋的膠標 都是全屋的智能化的東西 那麼呢 這個位置呢 設計就是一個餐廳位 那麼呢 這種會形格式呢 就比較適合哪一種朋友呢 就是想要 除房和裡面的空間 完全這樣獨立的 因為你如果是喜歡煮飯 就經常煮飯吃 有些人就覺得 那我這個食飯區 或者煮飯區的油煙呢 我就想和裡面的空間 完全分開 那這種會形格式 它就和客廳比較遠一點 就跟這種朋友 那麼這個位置呢 就是餐廳 它就放了一個四人桌 其實你說正常化 放一個圓桌也可以 那我們就進來看看 除房呢 它就是這一種 減裝的 這個是屬於減裝風格的 就是這個托門 它就 那條槽呢 就在上面 那上面這一種呢 就方便狗圍生 你下面這個空間呢 就不會說 到時候狗圍生 那時候呢 有些塵啊 在這裡拖地抹不到 那麼它在上面呢 這個 就會方便一點的 那麼同樣呢 廚房也是L型的 那這邊呢 就是 煮食爐 還有那個 收藝營機 下廚櫃 收納空間 在這個位置 那麼這個窗呢 就是兩線窗 剛才那邊呢 就在線窗 廚櫃這些 這個消毒碗櫃 正常 它這裡都是雙盆 如果喜歡單盆的 也可以自己換的 那麼冰箱位 就放在這裡 還有呢 都OK啦 你正常放些東西 都是放得下的 那麼你的熱水器呢 就要裝在外面這個位置 因為到時候呢 它是煤氣嘛 那麼那個管道煤氣呢 它就已經進了你這間屋 在這個位置 裝到這個位置 那麼所以呢 你的煤氣呢 你裝在這一邊 就比較方便一點 而且安全了嘛 不用在室內 這個是室外 你到時候洗澡的時候 那些它就會排出去的了 那麼那個擦座啦 那些水管 它都幫你預留這個位置 那麼水喉 洗衣機 通常正常化 你都可以放在這裡 那些衫褲呢 都可以放在這裡 因為這個空間 它完全都是獨立的 還有呢 它這邊有一個空間 它不是窗 而是整個空間 都是空著在這裡 你可以選擇門封住的 那麼到時候 那些衫褲呢 都比較快乾 那麼我們再看看 裡面 進來之後呢 這裡就是第一間房 那麼第一間房呢 那個示範單位 它就整成書房 那麼其實呢 你如果是自己拿來做睡房的話呢 這裡 這個空間 那個飄窗位 那個位置呢 還有這裡呢 你就可以放一個 踏踏米 或者麥克風的床 都夠的 那麼窗 這間房 看不出去呢 下面就是小區的花園 這是圓林來的 因為這個是移樓嘛 所以它看不出去 就是一個露台來的 因為通常移樓呢 它都是帶著露台 它都會送的 當然樓上那些呢 就沒有下面的露台 那你就是望小區花園 那這些空間呢 它正常就 通常都是 這邊呢 就放那個梳梳桌 或者書桌 那這邊呢 就放衣櫃嘛 就可以做到頂的衣櫃 放在這個空間 那這個客廳的寬呢 它就有去到3米6的 這個長度 其實就是3米6的空間 那就妳說 就剛剛好是比較舒適的 那電視背景呢 大家如果是到時想要升級的話 就就像它一樣 整塊的石 那電視就可以放進去 因爲現在角櫚呢 有那些很薄的平 可以直至傷害這間 呢 这就是楼台,楼台这边都是一样,1米7的,阔 这边盲出来就是盲小区花园 这边,如果是那间楼台,厨房的楼台放洗衣机 这边完全不用,你就可以拿来整个休闲空间了 看看大家自己的需求,我们再看看这边就是第二间房 这个第二间房,它就是,虽然那个飘窗位,它留住在这个位置 这个床应该是米2的空间 看看观众朋友,是不是他这样设计 这边就是衣柜,如果是用完的话,你就可以做一个倒顶 这样一路用过来的话,那个衣柜就可以再做大一点 问题就是看这个主人房 主人房进来,这个是主人房的那个套餐 这个套餐,它的空间就大过刚才那个公共洗手间,起码大一倍以上人 因为那个洗澡房,你说肥一点的人 不是,如果是大小小小小的,肤满小小的人 这个入两个都没问题的 后面还有一个凹位在这里,还可以放一些其他 还有这个窗,就像它这样,隆续的这些位置 全部都是整成,留到有的了 这个呢,同样干湿分离,马桶,还有洗手盆,镜柜,这些位置 那我们再看,房间,主人房 主人房也比刚才那边大一点,因为整个继续都会大一点嘛 那这个主人房,它现在放的就是麦5,三边落床 正常化,都是看自己的 观众朋友,你喜欢放多大的,你想改,麦8的都没问题 那个飘窗外,同样都可以留住的 那么飘窗上面呢,就像它这样 你到时候说要加些储物空间,就像它这样 两边呢,再整些柜下去,又可以放多些东西 又好看又漂亮的嘛,那这边呢,就梳妆桌子 这些位置,就在这里了 OK,刚才看完示范单位之后,大家又会问 那么Eva,这间是多少钱呢? 那么这个呢,我也是帮大家选了一个 因为有些观众朋友就说,我来这个小区 那么多位置都可以前后,都是亡小区的那个花园 不如再选低一点的,我就可以直至 好像这个花园呢,就好像我自己家的后花园那样 所以呢,我就帮大家选了一个二楼 那这个是七座一单元的2017 二楼呢,它的面积就是91.23 它的原价呢,本身在房门那边登记的原价呢 就是137.3164元的 同样,它现在不是搞互动吗? 所以,接了之后呢,它的那个合同价呢 到时就961215元 正常化,你96万的那个首期都差不多要20万左右 对吧? 那么现在呢,同样的首期,不用你付 你就够2万订金就可以了 那同样,如果拿来供供30年的话呢 一个月就供3,455元 你就当它3,500元 刚才那个是3,200元 这个是供3,500元 这个是供3,500元 同样,那个,给你钱的那个活动呢 同样都是有的,这种汇形格式 那你交两万订的嘛 到时放款银行这个放款 如果批了之后呢,发展商就会给你4万的 那所以呢,你选择完那个首期的钱 选择完这个发展商给你钱 就是等于你这层楼,最终你花的价钱呢 就是差不多14万就可以买到这个三房的单位 就相当于你这个单价才是8,100元的 就可以买到这个精装单位 所以,你觉得怎么样? 那么呢,今天我来这个小区 第一,因为它是大型的发展商 第二,它这个位置呢 去曼达,你坐公交车 两个站就可以到 即是10分钟就可以到 它是非常之近 它都是属于曼达商的 那当然,你去到曼达 旁边还有一个一天假的广场 因为它两个商场都是在一起 如果之前有看我的影片 都知道 曼达商是非常之泛滑的 那学校的东西我就不说了 因为大家不太需要 那虽然呢,这个位置 它那个学校配的都是名后 那当然这个是关乎 你关乎于到时你们的二手市场 学校都是名后来的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位置呢 大家都知道 曼达商圈 其实它那个交通是非常之方便的 如果是喜欢开车的朋友呢 这个位置 来那个澳头出口呢 都是两三分钟就可以到的了 你一路高速之后呢 立刻转过来 几分钟又回到这个位置了 那同样呢 你不开车的情况下 坐高铁和地铁 它都是非常之近的 大概你坐高铁和地铁 都是三到四个字 所以这个交通呢 它完全就不成问题 因为楼下它就有公交车站 那买东西更加 它本身自己楼下它也是有商业 这个健身房 刚才也有提到 这个健身房里面也有很多东西玩的 那那些什么 你喜欢打麻将啊 或者 喜欢健身啊 还有那些小朋友玩的 还有呢 你喜欢打机的 它专门呢 它也有这个场所 这个会所给大家玩 当然这个是它的配套 最紧要最紧要的重点呢 就是它现在搞这个活动呢 官家都是八千多 带上这种装修 还有呢 它配全俄的这个智能 那些全俄的智能 全部给到大家 所以呢 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 你八千多 其实人家根本就没有钱赚的 那那些装修质素 是不是很差给我 那我们大家看完之后 你觉得这个装修质素 它其实 没有选择到东西 因为大燕的发展商 它都是要那个口碑嘛 所以呢 它不会因为这些小小的东西 而 打坏它自己的品牌 所以呢 这个会认识 但是呢 这些单位呢 它是限量发售的 不是全部都是这种价钱 所以呢 如果是对这个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呢 你就可以立刻WhatsApp我 那我们就来厌场这边 看看 那究竟是 是不是你的 合不合你的需求 OK 那今集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期呢 就想来和大家分享 OK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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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